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喜欢用的东西 首先是这个蜡烛 然后这个蜡烛是我在那个 Herbal Offiters买的 然后之前我去逛的时候 然后我就有在那里试那个 就是那些摆的蜡烛嘛 然后我就闻到这个味道 然后我觉得很好闻 它是那种很适合夏天点的那种蜡烛 虽然是现在是秋天了 但是秋天点在就是 呃 卧室或者是客厅都会觉得很温暖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味道 然后它叫Moon Sparkle 然后它是这种深粉色的这个颜色 下面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刷舌头的算是给舌头用的一个牙刷 我之前就是看到有一个女商介绍过 也是在YouTube上一个YouTuber介绍过这个 然后我就觉得很新奇 我想买来用一用 然后他就说因为舌头上也有很多戏剧嘛 我们平时光刷牙或者是漱口水什么就是都不够 所以我觉得我要买来一个试试 但是它很好用 就是每天晚上我不用 然后早上我就只刷牙 然后它我晚上用的时候就是能把你就是 舌头上不干净的东西刷掉 然后就是保持你一直口气 然后它的牌子是 它这个叫aural brush 然后我会把这个名字打在那个下面的那个description box里面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去找找看 然后下面是彩妆 有三个 首先是这个 这个是那个inistry的唇釉 然后它是我在国内买的 然后它是我在国内买的 所以它上面的文字都是中文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英文或者是韩文名字 但是我的颜色是中下太阳红 它是一个正红色 就是我嘴巴上现在用的颜色 大家可能看不太清 但是这个颜色就是很好看 然后这个唇用我很喜欢很喜欢 就是几乎都是每天都在用的颜色 然后你看它的颜色是 呃 非常红的 但是你上嘴巴 其实 不会 就是我一般不会就是后擦 我只会擦在就是中间一点点 然后用手指把它晕开 然后它非常适合去制造那个 咬唇妆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我现在又在网上买了另外两个颜色 然后还没有记到 我想试试另外两个颜色 就是好不好看 如果好看还会分享给大家 这个质地 呃 是唇用嘛 就涂上去有点厚厚的 然后它会慢慢吸收 但是我觉得它唯一有一点点 就是小缺点 就是我觉得用在我的嘴巴上 有一点点干 就是我用它吸收之后 然后我嘴巴上 就比如我现在 就是有一点拔干的感觉 但是我还是敌不过 因为它的颜色太好看了 所以我还是每天都在用 然后就是很自然 不管你是画比较浓的妆 或者是比较淡妆 你没有眼妆只打一个底 你上那个颜色也就会觉得很有气 气质 就很有气色的感觉 因为它是正红色嘛 你涂上之后就淡淡的那种 就很好看 下面一个是这个 Naked这个腮红盘 它的颜色是Native 然后这个腮红盘是这个样子 三种颜色 然后上面是腮红 中间是高光 然后底下是Bronzer 然后这个盘是很久很久之前就出了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买 是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腮红 然后有很多高光 也有修容 也有Bronzer 所以我觉得 我没必要去买一个这个盘 但是之前 全弹世界斯富兰 就是这个盘 正好是这个颜色 就是有折扣嘛 十几块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就买一买 试试看好不好用 但是我买了之后 就是从买到现在 每天都在用 如果化妆 我每天都在用 还是觉得很方便 因为三个颜色都在一起嘛 然后觉得 不用拿其他的颜色 就很方便 然后这个腮红 就是也很粉嫩 就是我每天爱用的颜色 然后这个高光 是不太 不是特别显色的那种高光 不像之前我用的那个 Becca的 或者是 那个 MAC的 就是很显色 然后这个Bronzer 也是就是一个 比较淡 适合亚洲人 就是肤色的这个颜色 然后我就觉得 还蛮适合日常用的 所以我觉得 我每天都在用这个 就是最近 很喜欢用这个盘 而且出去 要是你去短期玩啊 或者出去 长时间旅游也好 我觉得这一盘 就很方便 然后最后一个彩妆 是这个 呃 Chanel的 它是这个 loose powder 我买的颜色是 30 是translucent的 第二个颜色 就是没有颜色的那个 我之前就听说这个 Chanel的这个散粉和粉饼很好用 但是我一直觉得 就Chanel就什么东西都很贵 我觉得没必要去买一个 就是这种牌子的这个散粉 就是这种消耗品 也不是保养品 就觉得不是肌肤 就是最贴近肌肤的那一层东西 我觉得没有必要买很贵的 但之前有 前段时间不是有折扣吗 就各大网站都有折扣 我还是买了这个 但是买了之后 我就一直在用嘛 我用到现在就觉得特别特别好用 我觉得我之前有买那个 给大家说过那个 Make Up For Ever的那个粉饼 然后我就说它会起白血血嘛 也感觉没有那么贴 它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用 然后它是这个样子的 里面是有一个 这个粉铺的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粉铺也很软很软 然后每次沾取的量 就是也很适中 然后它用起来就感觉 你看不到粉质 就是粉质特别特别特别细 然后你用在脸上就感觉 因为它是没有颜色的嘛 Transflucent嘛 所以它是没有颜色的 然后用在脸上就是 不会油 但是皮肤又很嫩很嫩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这一大罐 就可以用很久很久 就是投资这一 就买了这一个 然后就可以用很久很久 就是 我当时买的时候 是折扣的时候嘛 我觉得很值得 然后很好用 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 然后下面说这个 这个是那个 维密的一个身体的lotion 然后这个lotion是一个小瓶的嘛 是我之前过生日的时候 有朋友送给我的 然后它有这个lotion 还有同系列的沐浴露 还有一个噴的这个body mist 好像是 然后这三罐 然后这个味道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它是那种香水味很重很重的味道 可能有些人会不喜欢 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这瓶的香水味 它香水味道很重 但这个味道是我喜欢的味道 然后它叫night 大家看得到吗 它叫night 然后是香水lotion的那种 它写的就是frequency lotion嘛 然后这一小瓶我用了还是蛮久的 就每天洗完澡都会涂它 但是这个lotion嘛 对于我来说 它不是cream状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皮肤太干了 我用它根本不够保湿 但是我实在太喜欢它的味道了 所以我每天都在用 然后它那个body mist 我也每天都在喷 然后就超好闻 然后就用这两个加起来 身体就超级香 然后这个 我用完之后 暂时不会再买 是因为我太多擦身体的 我不想涂了 就是化之后 毕业搬家什么的 就很烦 但是我实在很喜欢它的味道 所以推荐给大家 最后一个东西是这个 它是这个 Fuji的那个 就是那个 拍立得的那个打印机 这个是我之前就看到 已经说了的 然后但是我一直没有买 是我之前有拍立得 然后 我之前就很少用拍立得嘛 然后就把它卖掉 我觉得拍立得很不实用 比如出去玩 你还要带着一个拍立得 想跟别人拍照 就随时生成一张照片 但是每次装在包里 我装不下 而且又很重 我就不想带 然后时间长了 我觉得没有用了 我就把它卖掉了 然后我为什么买这个 是之前我男朋友过生日嘛 然后我就想说 我想把手机里的照片打印出来 但是我又想打印 打成那个小的那种 拍立得那种 相纸那种 很可爱的 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 然后我就买回来 结果真的很方便 很好用 而且它可以用手机的APP 就是一直连接这个东西 然后就可以操作它 里面也可以 呃 采捷你的照片啊 或者是在上面加字啊 什么都超级方便 而且这个 一百多 我觉得也还还可以 不算特别贵 而且我觉得 因为你拍立得拍的照片 你就是拍那样 你也不可以修 你也不可以加filter 你也不可以加字之类的 我觉得 可是手机你就可以有各种APP 可以去修图 可以加滤镜 可以怎样 然后最后可以打成 拍立得的样子 我就觉得就是很可爱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然后就是 平时如果有照片 就可以打出来 然后贴在自己墙上 或者是 呃 送给别人 就是你当即想送给别人 你就可以立马用它打出来 也很方便 对 然后这些呢 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喜欢用的东西 呃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